台中国立中心大学农业继自然资源学系 今天带领日本大学姐妹校系 29位的国际生来台参访 而对台湾有机农业高度兴趣的日本大学生 特别参访瑞穗五鹤茶区清风茶园 参观茶园田间管理也品尝有机蜜香茶系列茶品 深深被蜜香红茶特殊的香气滋味吸引 纷纷选购带回日本分享 参观了有机茶园的田间管理后 台中国立中心大学农业自然资源学系 带领姐妹校日本大学生物资源科学部 大二到硕一共29位的学生 在清风茶农谢明远的解说下 足以品名有机蜜香茶系列茶品 来这边参观就知道 做茶会有因为不同时期 然后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品种会有不一样的味道 适合之后就大概也知道 不论绿香红茶绿茶还是又花茶 日本大学的学生和Sandaro Gobayashi一样 各个都深深被五喝茶浓有机产制的茶品征服 争相选购带回日本品尝分享 也深刻体验认识台湾的有机茶产业 他在说因为在台湾有机的栽培茶园在日本是没有的 所以就是想说来台湾看这个有机的茶园栽培 那对日本学生来说这也是就是在日本看不到 是很难得的体验跟学习 对所以这样想来参观 这边茶区因为东部比较有名的还是蜜香红茶 那是主要的茶区 所以我们就是跟这边的茶农联络来做参访这样的 瑞瑟五喝清风茶园历经三代经营 现在由谢明远接棒完成三代有机茶产业 这一次成为中心与日本大学有机茶产业参访朝圣的据点 而曾获得台湾有机茶冠军奖的谢明远 不仅是带领台日两校学生认识并了解台湾有机茶产业 也依照各个茶品的特色与风味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品茶喝茶 日本市场方面的话 其实我们的茶也开始少量的在往日本方面去进行推广去销售 那其实日本还要像今天分成三组 有一组他就是始终蜜香绿茶 他就喜欢那种绿茶的那种约丰会 有青草香有微微的蜜香那种他们熟悉的味道 那可是有两组他们觉得又花 那蜜香红茶的话他们就会因为我们泡的很有蜜 所以他们也很惊讶 因为茶一喝起来可以那么甜那么的有蜜香 甚至有木质相互发想 所以他们也蛮惊讶的 日本茶产业市场多数以绿茶为大宗 有机茶产业相较于台湾就显得少很多 因此这一次日本大学也透过台湾姐妹校 也就是国立中心大学 专程来花莲五鹤茶区参访了解在地有机茶产业概况与发展 清风茶园也透过了台日两校这一次参访交流活动 成功进行这一场台湾有机茶产业的国民外交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 好 谢谢大家